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早春或者是晚秋这两个季节都可以种 收获的呢 先是豆苗 然后是荷兰豆 那么豆苗在店里卖挺贵的 所以自己种最划算了 非常容易种 第一步 荷兰豆的籽隔夜浸泡24小时 第二步 透明的牛奶糊把下面的一片剪掉 嘿嘿 这个就是我在室外地里直接育苗的一个诀窍 待会就会告诉大家怎么用 免费又好用 今天是3月5号 我要在这个两边种荷兰豆 这个先松土 这两边 先把土松好 在土里面可以混一点compost或者 manure 或者两个都用一点点 这个是泡了24小时的荷兰豆 泡好了 那种荷兰豆呢 是差不多2inch间隔 然后种的深度差不多是1inch深 这个大概就可以了 种子放下去以后呢 把两边的土都给它掰过来轻轻的 因为它只要硬去深嘛 所以不用掰太多 对 土掰过来就好了 刚种下去的这个枣呢 一定要浇水浇透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用撒水壶 而不能是水一下子灌下去 因为它那个枣可能会冲走 所以一定要这样子的撒水头 在刚种下去的时候 水一定要浇透 好的 现在呢 到了我们最关键的一步 因为现在还是冬天 温度不是特别高 所以我们呢 要给它做一个小小的greenhouse 就是用我们的牛奶壶 这个地方因为我大概刚刚这个尺寸是差不多的 那么就这样放下去 然后稍微压一下 它就这样下去了 这样并排的放起来 我们现在这个就是都安置好了 这个是很稳的 它不会动的 风很大也没有关系 然后就等待它发芽了 今天是4月7号 现在感觉接下来呢 虽然4月22号是这边最后的霜冻日 但是真的很暖和了 所以我这个 嗯 接下来要把这个 呃 greenhouse的这个小牛奶壶要拿掉了 呃 我一直没拿掉是因为想着给大家看一个事实和证明 因为一周前呢 又有一天非常冷 所以我就把这个壶又盖上去 盖上去以后呢 当时啊 有这么一颗 我盖不到 就是说两个壶都盖不到 我当时就算了 你看这个是不是相差很多 这个就感觉已经快捏了 但是你看看其他的都是奇迹 大家准备好了吗 你看 相差多少 相差真的是太多了吧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然后再看旁边这个打开 是不是 就是在非常冷的时候那一天呢 没给它盖一下 然后这个居然最后就这样了 这个相差也太多了 所以说在很冷的时候 尤其是如果是有零度或零下 呃 用这种透明的盖子稍微盖一下 小东西用牛奶壶 大的东西呢 就可以用这个 呃 大的这个tote bean 那就像这个 就像这种一样 只要透明就好了 所以现在大家看啊 这个都是很大的这个里面 我现在要拿掉了 因为现在的天气很暖火了 那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壶 这边也打开哈 肯定是个个都好 根本就不用怀疑 挺高的 是吧 冬天各种暖床设备挺大的 也是个问题 所以建议这个放起来的时候啊 就让它叠起来 给它认真的叠起来 我以前就乱扔的话 好像很难放很多 像一个个整齐的叠起来 你看我还可以再叠个两落呢 这边 这样放比较好 今天是5月7号2021年 好 我们刚刚3月份中的这个荷兰豆 看一下已经很高了 这边 对吧 然后再来看这一边 荷兰豆呢 它其实爬的不是特别高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还是更整齐一点 我们来量一下有多高哈 它现在有大概两个feet了 最高的有两个feet 差不多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或者是这个时候更矮的时候啊 就可以摘豆苗来吃 它这个在头上这么6inch 它是很嫩的 所以你就是这样摘下来 这个就是豆苗 就是这个头上这个是最嫩的啊 好 今天就先到这 视频每周更新 咱们不见不散哦 感谢观看 欢迎点赞 订阅 转发 Dr. Stella's Garden 美国农家乐 给大家看 欢迎来โénom